今天要做一个井颠炉菜 奶糖菩菜 主要有菩菜 海米 香菇 火腿 放上两个绿菜心 紧续一下颠锥 再就是葱 酱 这菩菜湿的时候 一定要摘 断了一摆 能摆断了 你说明它嫩 是吧 对 这里 给你给我笑一下 老师 没有菩菜的话 用白菜什么做行不行 可以 白菜菜花 都可以 山林海味都可以做 哦 那堂饱鱼 那堂玉珠 那堂冬瓜 那堂冬瓜也很好 穿上几个丸子 放点海米 这菩菜买的多少钱一斤 十块钱 菩菜它有盖端的 也有盖端的 这个尽量的 是给它盖个零行 香菇改刀 切点蟹片 嗯 再切点火腿 嗯 肥的去掉 再切点葱 葱姜片 这个锅的水烧开之后 把菩菜烫一下 这个要烫到什么火候呢 基本上开锅就行 因为这菩菜黑楞 一汽水花就可以了 对 香菇烫一下 香菇要烫多久能了 香菇大烫一会儿 因为香菇觉得它有蒜 好 再盛盛水 对 好 太心也烫了 嗯 这个烧热咱需要炒一点面 烧烫一点油 这是猪油和花生油炼制的 对 葱油熬的 嗯 葱姜 葱姜 香菇去哈 点汁面 一个是比它更香 一个是更臭 一个是更败 如果你这种烫的话 如果熬到有弄有败 它的漂灵物还够的 这样更加健康 更加健康 它口感还好 好 这时候加热糖哈 如果加的没有糖 这时候你加热水就行 一定要加热开水哈 加上热开水以后呢 到时候你多加一点这个鸡精 让这味道就出来了 加点口哈 加点盐 葱姜 葱姜 这个咸口就是根据自己的咸淡口 来调去 对 一般是烫的 咱就让它淡一点 那时候需要加这个姜汁 姜汁可以多加这哈 生姜泡水 葱姜味已经都出来了 咱可以把它捞出来哈 再加的吃你也可以不捞 这为了漂亮 下边咱把原料先去 黑米 香菇 火腿 加一点这个鸡精 除非让糖和原料露味就可以出锅 这个菜就做好了 这个菜的特点它有糖质颜色露白 味道咸香春后 菠菜清咸脆嫩 再加上香菇火腿和海米 使它的味道更加的浓厚 做好这个菜 肥面的时候油温一定要低 要下下去葱姜片 扎上以后再肥面 肥白面以后一定要倒入热糖或者是热水 这个样子它不大容易切割 在葡萄下去以后不要打猪 稍微让它乳入味就可以 其余还是挺好制作的 那团葡萄是卤菜济南地区的一个代表菜 葡萄就是水塘里面长的葡萄 拔出来那个根 咱们先尝尝这个汤吧 它是一个标准的咸鲜口 鲜比较突出 这里面有虾仁的那种鲜 奶汤的那种鲜 虽然是汤 但是它的味道很厚 我们再来尝一尝菠菜 脆啊 入口就是脆 还有嫩 还有这种爽口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嫩芹菜和这个鼻气 鼻气的那种清鲜 还没有芹菜那种味道 但是有芹菜的那种质感 结合起来的口感 非常特殊 再来一个全家福了 口感饱满 火腿的鲜香 香菇的那点滑嫩 非常舒服啊 再配上这个奶汤 那这道菜呢 师傅也讲了 如果你家里没有菠菜的话 你完全可以用冬瓜 用白菜去代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在家里做一做 它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